每天来上一杯咖啡是许多一天工作的活力来源 不论是在家里冲泡或者是去便利商店购买都相当方便 制作一杯咖啡需要许多的步骤 从一开始的咖啡术产地到处理方式和烘焙的方法 研磨成粉的工具以及冲泡的技巧 这些步骤都会直接影响咖啡的风味 嗨,大家好,我是辉哥 咖啡可以说是上班族的提升饮料 在市面上种类很多 有时候和朋友一起出来聚餐 在咖啡厅盯着菜单,犹豫很久 每一种咖啡都分不太清楚 其实咖啡与葡萄酒有相似的地方 不同咖啡豆的种类、种植环境 以及处理的方式都会大大的影响它的风味 那么今天就先介绍咖啡风味的第一个部分 咖啡豆 一般我们在咖啡树上的果实 总共分为六层 由外向内分别有外果皮 果肉 果胶层 羊皮层 银皮 按最中心的部分种子 也就是我们常见的咖啡豆 正常的咖啡果实 通常由两颗种子组成 有极小的几率 会出现只有一颗种子的状况 当只有一颗种子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称为这颗种子为圆豆 在一颗咖啡树上 只有5-10%的几率会发现 通常会长在咖啡树枝最尖端的果实里 由于圆豆的挑选 必须经由人工来筛选 产量稀少而且珍贵 当然有另外一种情形 也可能会有圆豆出现 当咖啡的果实生长过程中 遭遇到病虫害或者是干旱 会导致果实发育不完全 果实内部的营养成分 只能够发育为一颗咖啡的种子 通常这种咖啡会归类为瑕疵而丢弃 由于圆豆只有一颗种子 种子内含两颗的养分 因此有圆豆的咖啡香气 较为浓厚的说法 在产区内 也会分门别类以高价出售圆豆 不过至于好不好喝 每个人的喜好各有不同 选择最适合 以及喝起来最舒服才是最重要的 在咖啡豆中 又延伸出另外一个话题 咖啡豆有分工和母吗 在植物界里 有些植物有雌雄之分 有些是雌雄异花 需要经过异花瘦粉 它的花粉传播主要是靠锋利 或者是昆虫 依靠昆虫传粉的花 叫做丑梅花 比如说梨子 苹果 西瓜等 如果仰奈锋利传播的 称为风梅花 比如说松树 有一些是雌雄异株 雄猪不会开花结果 比如说木瓜 或者是羊柳 在咖啡树上同一朵花 雌雄蕾同时存在 可以自己授粉 所以授粉成功的几率很高 一颗咖啡果实内 有两个胚株 通常两个都会授粉成功 会成为咖啡果实的种子 成长为两颗种子的果实 有半瓶和半圆形态的豆子 称为母豆 只有极少数的咖啡果实 只有一颗胚株授粉 而发育成单一原始的种子 一般加蒸一颗圆形的豆子 称为公豆 又俗称为圆豆 公豆和母豆只是生长的形态不一样 所以没有性别的差异 咖啡豆生长的环境 与种类分为哪些呢 在世界生产咖啡的地区 约在南纬30度 到北纬25度地区之间 平均的气温在20度以上 海拔约1500米的地区 而这个咖啡栽培区 被称为咖啡袋 目前全球有超过50几个国家 生产咖啡豆 但是占据9成以上的增长量 集中在这几十个国家中 分布在非洲 中南美洲 和亚洲 目前巴西 洛伦比亚 越南的产量最大 各层区的咖啡都各有特色 在全球的咖啡属植物 大约有60多种 以人工栽培用于制作咖啡的 只有25种 其中用于商品咖啡 最主要的有四种 可分为阿拉比卡 罗布斯塔 赖比瑞亚 和高产咖啡 但其中以阿拉比卡 和罗布斯塔咖啡为主 阿拉比卡咖啡树分布最广 又称为小果咖啡 占全球产量约75% 主要种植在西半球的高原地区 因为气温较低 害虫较少 适合生长 它的原产地位于伊索比亚 巴西与哥伦比亚是最大的种植国 在成分方面 阿拉比卡的咖啡因 大约介于0.9%到1.2% 脂肪量比罗布斯塔多了60% 糖的含量则为罗布斯塔的两倍 因此阿拉比卡的味道相对较甜 大部分都带有花香的味道和细致的酸度 精品咖啡大部分都是阿拉比卡居多 罗布斯塔咖啡又称作中国咖啡 占全球产量约20% 它的原产地位于刚果 最大的种植果是越南 其次为非洲以及印度 由于绿原酸含量较高 对于聘虫害的抵抗力很强 因此一般在任何的土壤 高温环境 甚至野生的状态都能够生长 它的豆子相较起来比较短 按远 罗布斯塔的咖啡因含量较高 大约是1.6%到2.4% 脂肪以及糖分的含量 也略低于阿拉比卡 因此风味比较苦涩而且强烈 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赖比瑞亚咖啡 又名为利比亚咖啡 以及大果咖啡 产量与国际贸易量较少 目前市面上并不多见 原产与西非德赖比瑞亚 能够能受炎热潮湿的气候 和抗虫害高的品种 它的薄石比小果咖啡大上两倍 适合在海拔200到300米的热带气候中生长 含咖啡因的浓度高 约2到4% 香味浓郁 但味道很淡 主要在非洲赖比瑞亚 咖啡豆的风味、产量和海拔分布以及价格 来制作这张表格 让大家可以简单的区分这三种咖啡豆的差异性 谢谢各位的收看 这部影片就介绍到这里 如果下一次与朋友去咖啡厅 不妨询问一下 这是哪一种咖啡豆 就可以知道你喝的咖啡 是哪一种风味 如果这部影片对你有帮助 麻烦按个赞 麻烦按个赞 订阅 订阅 分享给家人朋友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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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